相關的參考在這邊 把它打開 那一樣對話 因為我針對兩個部分 一個是函數部分 我有一個對話的紀錄 一樣放在這邊 那另外一個是根據VBA的部分 那當然呢 第二個對話 你們可以把它打開 那我們的需求是這樣 第一個是把它轉成VBA 那轉成VBA的話 大概公式部分 這上個禮拜有講到 然後我希望說把它變VBA兩種需求 一個需求是全部 就是說如果我希望 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把這些 就是剛剛這個範圍的資料有沒有 可以自動幫我填入公式 就像之前我們做過一樣 那因為有五個欄位嘛 所以我希望怎麼做呢 幫我填這個